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學佛 要學釋迦牟尼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化眾生 這種是內財布施 教學的內容是幫助人開悟 幫助人 教人 斷惡修善 教人 破迷開悟 法布施 為問那些苦難眾生 和他們生活融成一片 令他們生歡喜心 無謂報施 這次是釋迦牟尼佛一生做的事業 他教菩薩六道四攝 他圓圓滿滿做到了 一生中表現的是敬業 他的事業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 從事現成佛到離開這個世間 四十九年之中無一日休息 每日 每日到處教化眾生 每日講經說法 這種是正勤 我們必要學習的 所以學法 釋迦牟尼佛就是我們的榜樣 我們每天供養釋迦牟尼佛的形象 看到了 要向祂學習 學不到 要生懺愧心 要認真努力 將自己不斷向上提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